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OMPY 今天是第六课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试试正态分布 对 今天就给您讲讲 如何实现正态分布 用NOMPY的方式 好不好 OK 那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使用NOMPY 生成正态分布随机数 用的还是咱们上期一样的 NOMPY下面的LongDom包 好不好 是这样 为什么要学习正态分布 其实在机器学习 还是深入学习当中 正态分布的概念 是深入人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经常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来干什么 比如说做数据预处理等等 都会用到它 今天咱们就要学习一下 咱们看 在NOMPY当中 给咱们提供这么一个函数 来显示 或者说来生成正态随机分布数 咱们上期学到的是RAND 对吧 生成一个随机小数 对吧 今天的后面 咱们就加了个N NOMALIZE 对吧 来生成正态分布随机数 该怎么用 一会儿会看到 同时 咱们今天会生成一堆数 对吧 让您看到 咱们图形化 把正态分布给您表示出来 用哪个库 用这个MAT PLOT LEAP给您显示 过两天我会为这个库专门开课程 虽然这个库比较老 但是应用还是比较广泛 尤其对于您一些个深度计算 或者是科学计算的结果 显示出图的时候 看损失 对吧 非常的有用 所以这个我今后会专门开课程给您介绍 今天咱们会简单的用一下它 好不好 OK 先少叙 马上进入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上来 先impose这个随机数包里面所有的函数 对吧 然后呢 打印一个随机打印一个值 好不好 咱通过这个函数 咱们随机取出一个值来进行打印 但其实是这样 你取一个值打印 完全没有效果 你也不知道它是取什么 到底有没有感觉 咱得多取几个才能看到效果 没关系 咱一点点来 咱们先取一个 OK 然后是这样 一般来讲 以前我都是给您用我的终端进行演示 对吧 那么从这期开始以后 我再给您演示代码 我呢 先采用这个Google的collab 主patter 因为这个感觉也是很不错 而且我为它已经付费了 对吧 它是一个月大概是9美金左右 然后呢 给你提供这个collabpro 我现在是pro的plan 然后呢 每次我连接的时候 都给我匹配到这个特斯拉100的P 100的GPU 非常快 我自己在做一些个 我工作中的这个科技计算的时候 我现在就在用它 特别好 包括我参加这个大奖赛 也在用这个 collabpro 非常好 collabpro 非常的介绍给您 看到这个collab 我就想吹两句 好 不说了 看啊 咱们impose这个所有的函数 然后咱们打印一个 随机打印一个数 咱们看看什么感觉 go 出来了 对吧 随机数吗 多少都可以 但是咱们只出一个数 所以说你看不出效果 怎么正太分布了 对吧 别着急啊 咱们再啊 一个数不行 咱们再打印五个 看看行不行 拷贝过来 运行 就这个按住ctrl加ntl 它也这样运行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没问题啊 大家说我还是看不出来什么结果 没关系 咱们再来啊 一会来说 一会我给你图讯化显示 咱们先看 我这能出一个 对吧 也能出多个 这是一个一位数组 对吧 这是一个叫成scala 对吧 仅仅是一个实数 好不好 OK 接下来咱们再生成两位数组 看一看五乘五的 没问题吧 用它来生成各种各样的随机数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正太分布的函数 显示出来的图形 是什么样子的呢 马上给您看一下 我再开个下面 再开个块 对吧 然后给您考上这个 大家请看 我给您图讯化显示一下 这次已经到了这个mat plot 好不好 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随机生成一万个数 对吧 这一万个数呢 它默认的肯定是 给我正太分布生成 对吧 我呢 形成了一个数组 然后呢 我用这个plot来输出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 我指定一个全值 换句话说 我要输出一个直方图 直方图中 给我显示多少个直方 或者说显示多少个棒状 显示多少个巨型 对吧 这个地方可以指定 我呢默认是一百啊 然后显示出来 就这么非常简单的代码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生成是个啥样啊 马上开始啊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这就是咱们生成的正态分布 对吧 也就是说 在中间 如果说咱们看一个班级 或者是一个学校成绩来说 在中间考考试的人 偏差值50人都差不多 对吧 是最多的 然后偏差值到55到60到70到80 就没什么人了 对吧 那么如果是这个偏差值 去学成绩特别差的 偏差值45 40 35 30 也没什么人 对吧 大部分都集中在中间 这个其实也符合28法则 对吧 我优秀的人砍10 差的人砍10 其他人都差不多 就这感觉 这就是正态分布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 咱们再看一下 我设在细点 设成这1000个脂肪 看一下 它显示就更加的细致 对吧 我细致到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位置 大概有多少人都能看出来 对吧 那如果咱们把它再挑小一点 我只显示10个脂肪 那请看 就非常的粗鲁 粗鲁这词用的不好 三个呢 三个这数还真没试过 也能出是吧 OK 这个就能调节 咱们显示 咱们这个正态分布的细节 对吧 所以我感觉 这个工具非常好 虽然比较老 但是在咱们现在的 深度学习 技术学中 用处也是非常的广泛 Modplot 今后呢 我给开课程 专门的介绍 OK 怎么样 collab挺好吃吧 再吹一句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布的 如何使用囊块 实现正态分布的方法 希望对您的工作 有所帮助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 同时呢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帮我订阅 点赞 加转发 拜托您了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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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